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,对中越边境不断的骚扰,打伤我国边境居民,我国多次的警告。 无效之后,1979年2月,中越边境自卫战争爆发,在这次战争中,中央选定了两位大将,作为这次战争的总指挥,他们分别是许世友、杨德志,许世友作战比较迅猛,符合这次战争的速战速决的目的。 杨德志曾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作为军事顾问,对越南的帝师也比较熟悉,因此他们两位作为这次战争的主要大将,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许世友和杨德志分别负责东西线作战,可谓是双管齐下,功无不克。 对越战争命令下达后,许世友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,那就是东西两线一起和围打一场巨大的围歼战,如果是计划成功,越南则再无还手之力,这也很有可能把越南灭亡,可是最后被中央否决了。 命令被否决后,许世友很是不甘心,在对越战争中,仅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占领了越南许多重要的城市,这已经摧毁了越南的战斗力,这时中央下达了撤退命令,许世友想要再次扩大战果的决心也就没有实施了,这也称为许世友的一大汉事。 回国之后,许世友又提了一个大胆的提议,那就是排金瑞远赴柬埔寨,催垮正在作战的越军金瑞,让越南再没有能力发动战争,可是这次提议又被否决了,如果许世友的这两次提议被采纳并实现的话,越南可能会遭受重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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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